OK兄弟们今天最后解说天总的一把比赛对面的话是我们的剑惠单挑赛的第三神木灵也是经常打PK的一个选手 看这一期的话给兄弟们解说了天总打物理戏啊打风戏啊最后的话也是给兄弟们做一个结尾嘛 结尾的话是打对面的一个神木灵对面神木灵的话也是有硬件啊 一百万的一个神木灵的号青花池我们来看一下反正天总打法系的话特别稳本身武装罐的话有强奴金满 打法系的话法系打武装罐不太好打 我们来看一下对面怎么说对面得清三点啊不能取秒啊取秒的话只能留着六层风灵的时候取秒 前面取秒都没用 鬼气看一下对面是个怎么样怎么样的套路啊 对面的套路也是宝宝不解自己啊 对吧被武装罐封印的话是可以起塔的其实对面要早点起塔清三叠把宝宝的局面打开 OK对面反正没有取秒还可以叠了五层风灵 看一下对面怎么打对面清宝反正清不太动 应该马上六层风灵了 这边是一个前罗的一个罗汉啊前罗的一个金满 法宝没有带七宝 对面什么你有点怂啊 这PK打的太怂了呀 加分关 那应该武装罐手里面还有一把罗汉 还有一个自身愤怒的一个罗汉第一把是对吧金满送的嘛 应该还有一把罗汉 对面七回合没秒过大哥 就系统左边不说对面是个神不灵 我都不知道对面是个神不灵真的 加密论了 加密论的话下一回合六层风景 那是不是要再出个先进激发 你看对面也不出先进激发 加个密论一秒你看没有 关键帆又要接罗汉了 因为场上面是没有宝宝的 要出宝宝啊 关键帆偷一瓶酒 起个塔下回又可以罗汉了 九回合没有看见过对面取秒 比赛结束之前能不能秒一把兄弟 关键帆出地厅了 四回合没有取秒过五 出了个隐身的一个 他隐身配处解自己 这回就要吃地厅 好吧你反正要吃地厅了 我觉得对面这个宝宝的话 我觉得前面这个宝宝点拉一下自己吧 加笛子了 大哥你别跟我说你没有秒过人啊大哥 关键帆线 一号被宝宝点拉自己吧 直接神了这宝宝 那只期待龙龟比地厅慢了呀 这十一回合没出过手 这个宝宝的话应该是有高级感知 对面拉人还不太好拉 对面出来一个龟宿 龟宿没用啊兄弟 这宝宝的话给你的配处丢魂 配处拉人拉不起了呀 宝宝有个吸收这个宝宝 直接把你的配处给套掉 十三回合对面一把去秒都没有真的 都不知道对面是什么门派 就没有左边这个东西的话 只知道对面是个人组 大哥 取秒 给个机会 取秒一把 163六成封零 有秘论 一把把天宗给带走 哎 几秒 兄弟 我操 比地厅慢了 没有顶住 龟宿点拉自己 一把去秒 OK 四四回合 终于秒了一把 赛还可以 再换成发 按代理来说 四四回合 可以秒两把的 好吧 四四回合只秒了一把 基本出来一个行临激发 雷雷雷雷雷雷雷 没 运作 好 那下回合又可以出地厅 兄弟 对吧 下回来又可以出地厅了 对面配速拉 也没用啊 没人解啊 关键番的宝宝去晕对面的配速 换地厅了 或者直接给顺法加敌子也行 不用换地厅也可以 给前面这个宝宝加敌子也行 还是要换 有地厅必须得用 对面也换地厅最后的倔劲 喜欢看金灰单脚下的 给炮哥点个关注 下集我们再见 地厅一出手 就知有没有没了 现在没有地厅真的 不管你是什么门牌 打这个金灰单脚赛打不了